我是Poly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在做同业比较的时候 这个数量一多 会不会让你的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杂乱 我们要怎么样画繁围简呢 那今天的主题会跟ChatGPT做到一个写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比较的公司项目很少的时候 假设我只有三间公司 我这个三间公司在假设营收上面 这四年的趋势变化 其实可以一目了然 谁是往上谁是往下 甚至他们的排名的状况 这是很快就可以察觉的 但是当我们要比较的项目大于5 以这个例子来讲可能有十几个 那你还有办法在这个画面当中来告诉我 谁表现的好谁表现的不好吗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的公司不可能永远只有三家去做比较 甚至有时候是整个公司的产品要去做比较的时候 我怎么做可以让它更精简 而且又可以找到比较合理的方式 有效的方式呢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我们可以去把Top3的方式去筛选出来 接着我还要跟我的Bestline做比较 Bestline是指什么 假设我有一个很指标性的产品 指标性的公司 我要有一个跟它去做比较的话 那这样子的它就会变成说我的Bestline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来看 要达到我们刚刚提说的 我除了要看到Top3 我还要看到Bestline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问了一下ChatGPT 我除了要前三名 我还有一个特定的比较项目 要一起呈现我可以怎么做呢 那个ChatGPT告诉了我两件事 要先写一个计算栏位的字段 那这个计算栏位的字段呢 它的这个语法 其实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它如果排名是小于等于3的 而且呢你这个Product是一个 你特定的产品的这个item的话 那我就把它用一个显示的标签贴上去 那不然的话就是隐藏 那这时候我不就是可以把我的显示标签 放在我的筛选条件 我就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了吗 这个很棒哦 我相信可以解决大家蛮多问题的 所以大家以后遇到问题 去问一下ChatGPT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那个阿里阿渣的资料 变成这种很简洁的方式了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我今天用Table怎么去实现呢 好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在ChatGPT有告诉我们有一个栏位 也有个公式 例如说如果它在排名是小于等于3的 那就写就把或者是说Product的一个特定的Product的时候 那就把它显示show或者是hide 那我怎么去做个改写呢 我一样前面都一样 那我把它这个Product改成subcategory 因为这是我里面所需要的栏位 那后面的话我写了一个参数 把我想要特定去比较的这个参数把它放进来 之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个show跟hide 那眼睛比较利的人会发现 我这里用一个attr去包了这个subcategory 如果我没有包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错误的讯息 是说它把聚合跟非聚合的项目去做一个混合 这个应该是蛮多人卡住的地方 好那你做完之后呢 我们不就是可以把我们的tap3的这个筛选器 把它放到我们的筛选条件 那接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是不管是显示的 或者是隐藏的这个资料都把它放出来了吗 那我们来做一次给大家看 当我们今天去把我们的营收日期 跟我们的比较项目全部都放进来之后 我们刚提到的这非常的杂乱 没有人看得懂你想要表示什么 接的话我把tap3放进去之后 我只针对我想显示的去做show 一定会有人想说我就照了这样的方式做 为什么没有达到我要的结果呢 计算一句的话请大家选择你比较的是什么 比较的是subcategory 而且我只要看到show的部分 好哦那show的部分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想要前三名跟我的baseline 那我的前三名是谁呢 好那我的baseline又是谁呢 我的baseline的话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的baseline是这个application 那我做了参数的好处就是 我也可以把它选择另外一个参数 那一直去做一个比较 那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去选择到不管是foam跟chairs的时候 它是我们的比较领先的产品 所以它几乎都在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选了一些比较弱势的产品的时候 我的baseline跟他们就会离很远 那这里有没有解决到我们刚刚从前面去提到的 当我们的资料是全品项的时候杂乱无章 我怎么样去做出我想要的方式去跟主管报告 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 假设我有这么多指标 我可以跟主管说 在这个营收的指标上面 如果我们的比较基准 就是例如说假设这个是你们自己的公司 我们公司跟大家的落差大概到哪里 但是我们公司虽然营收少 我们的毛利率是特别高的 比起这一些我们比较的对比的公司 那公司的有了这一些资料之后 他才可以去决策说 如果要扩大营收 他的毛利率是不是要调整的 跟大家比较一致一点 比较有可能呢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主管就可以很快速的去看到 公司的经营状况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哦 不要记得一定要去练习 一定要去实作 不然你会不记得我刚刚在说什么 那我也有把我的这个工作簿放到 Table Republic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下载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